女排又一位准零后横空出世,或成李莹莹的一生之敌。 亚运会与世锦赛的比赛即将开战,对于中国女排来说,此番是奥运冠军带新人的模式,备受关注的零后超新星李莹莹的表现也值得期待。 不过目前来看,世界排盘,李莹莹有对手了。 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,古德蒂率领年轻的土耳其女排一举夺德银排,创造了土耳其女排在该系列赛上的最好成绩。 这支土耳其女排队内,一位名为泽赫拉,居内时的99年小将可以说是横空出世,这位年轻的瓦吉福银行好苗子,正是朱婷的队友。 需要注意的是,居内时是在上赛季土耳其联赛决赛第四场才开始首发的,在与朱婷成为队友后,她的表现也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。 作为永二时女排是青赛殿军以及纳戒赛事的最佳副公,居内神目前不仅是瓦吉福银行的未来,更是土耳其队的未来。 不夸张地说,像是居内时这样的准灵后,游望成为李莹莹的一生之敌。 李莹莹虽然年轻,但世界排盘目前也开始不断涌现超级新星,因此亚运会的赛场,就是李莹莹最佳的锻炼场。 不出意外的话,中国女排能够确保这枚金牌,而李莹莹的表现机会或许也不会少,如果不是对决日韩这样的球队, 李莹莹或许能够成为球队主力。 目前中国女排的主攻人选中,朱婷、张长宁与刘晓彤的位置都比较稳定,李莹莹虽然年轻,但她想确保市锦赛的一张门票,还需要在亚运会有出色的表现,期待李莹莹的未来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